一百一十二年華南金控杯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A組敗部冠軍戰 台中市對上南投線 爭奪週六四強戰的名票 一局下南投線有攻勢 王浩宇的安打 幫助球隊先持得點 三局上台中靠著對方的首備 十五上雷 而且一口氣攻占得點圈 接下來戰術推進之後 陳偉凡事事一擊翻平 這個半局台中大有斬獲 安打串聯 加上滿雷之後 耐心選到寶宋 一口氣攻下了四分大局 台中下個半局丟掉一分 但成功在五局上討了回來 增加兩分保險分 而這場比賽最大亮點 首推台中市的先發投手 加開路先鋒防守期 他在投手球上微風八面 六點二局只被打四只安打 丟掉三分 更只有一分的自責分 加上團隊掃了十只安打 中場台中市九比三 擊敗南投線 緊急四強 而最後一張門票 要來看B組的敗部冠軍戰 屏東線碰上台東線 四局下台東進攻 所謂自己的領先自己打 先發投手陳鈺勳得臉圈打擊 建功 傳與安打幫球隊 率先打破壓彈 他不只打擊 有帥氣鏡頭 投球更是讓屏東一籌莫展 前五局超狂 十五上十五下 重要的是五局下半 隊友也掌握兩出局的得臉圈打擊 加上對方的牽制失誤 攻下兩分 來到三比零 悶了好久的屏東 終於在六局上半突破 十五上雷之後發動倒雷成功 再加上安打串聯 追到一份差距 不過真的要給先發投手陳鈺勳拍拍手 這場彎頭七局 有效hold住這一番的優勢 之中台東線三比爾現勝屏東 繼二零二零年之後 再度闖進華南青少棒的四強行列 回來體育台紅人紅紅號君 綜合報導